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台南也有一些伴手禮 因為今年台南四百年 所以我們有一些文創商品 我也要介紹一下 譬如說我特別介紹一個台南的老店 黑橋牌 黑橋牌 香腸 跟辛辛福泉 跟五十來 這都台南 都台南出來了 有些黑橋牌 可能你不知道 你聽過 但你不知道它是台南 這百分之百台南原生 也是一個老店 日創品牌 它是一個老店 後來慢慢的變工廠 做光光工廠 然後它在不斷的研發 新的口味新的東西 譬如我們知道這個肉鴿 豬肉鴿 你看它做成 豬肉鴿就是像這樣的後切 後切的豬肉 這是最新的一個方式 對 以前我們說肉鴿 沒有這樣做這個形態 要把它做成肉鴿 所以叫做條子漏肝 條子漏肝 它做一個理由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漂亮 你在逢年過節送禮 我有民主的 如果以黑橋牌的觀光工廠 也在你的區域裡面 也在不去 你七層而已 我以前的服務處在那對面 在對面 它也有個觀光工廠沒有錯 對 然後我上次去的是它的觀光工廠 其實黑橋牌在全台灣的分店 非常的多 然後那個店一進去發現 哇這個黑橋牌太厲害了 它幾乎就變成包山包海 什麼都在裡面 對 這是它新的一個禮盒 因為它在台南有做一個龍館 龍館我知道它是從你們台南舊的戲院 一個老戲院 改裝的 他把它買下來改裝成一個類似文物館 然後那個龍館裡面 除了有電影的那個文物館之外 它還結合了 不只有黑橋牌一個品牌 有手搖引的 有文創都在裡面 對 就是說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文創 台南的一種 有點美食歷史的那個博物館 這是在龍館裡面專賣的 黑橋牌裡 兩位後面講龍館 對 我覺得他們都很認真的在發展台南在地 所以你每次到台南 你都會有不一樣的驚喜 好 再來你來台南一定去安平 安平 去市區 安平 安平一般會買蝦餅 安平還有一個特產 就是蜜餞 蜜餞我們說鹹生丁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因為台南原料在地取得 全台灣最大的水果生產地 其實就是在台南 對 你台南的預警 因為那個東山 對 那山丁最古有夠多 對 王來 迎迎 就是一年四季什麼年 那裡都有 對 安平是以前 最早開玩的地方 所以安平有很多的老店 尤其做蜜餞 對 形成一個傳統 這間也很老的店 理政核心 這間有夠有名的 這很厲害 對 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把它做成禮盒 有辣椒的鹹生丁 辣椒 你看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辣椒 記憶什麼 黃金水蜜桃 我沒吃過這樣的鹹生丁 對 現在的 現在這個食品科技已經進化到 什麼水果都可以做 甘草檸檬 這應該是檸檬皮 配甘草味 我理由 這個是楊桃 楊桃乾 吃進去之後再配一口水 那個楊桃的鮮味就出來了 厲害 這是什麼 花 化合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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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油切果 油切果 這味道不要吃過 這個就是說 他們怎麼做 因為它每一個蜜餞 鹹生丁 和白的地方不一樣 它真的有中藥做底 這可能是每一家的蜜方 我說錯了 不是辣椒是辣梅 辣梅 辣椒 沒有還有辣 當然是有一點辣味的 應該說 不同口味的梅子 鹹開 很厲害 其實我知道這個李正核心已經非常多年 而且這幾年看得出來 已經擺脫那個老老的味道 全部走的是文創跟年輕的路線 你看以前的蜜餞 它不是一般這樣看起來 對 跟現在你看它包裝成這樣子 品質越做越好 看起來又衛生可口健康 我今天真的開了眼界 原來包括五十蘭 包括我們的清新福泉 包括這個台北買不到的魔手 茶莫 茶莫 其實全部來自於 意思說首要茶的名店 差不多都台人 都在你那邊 還有那個珍珠奶茶 你說漢 漢林 再跟台中的另外一家在爭 到底誰是珍珠奶茶的源頭 然後剛剛我 其實我有點符合自己的要求 就是因為賴清德總統說 要請習近平吃蝦仁炒飯加珍珠奶茶 我們剛才嘗過 我今天介紹這裡就是說 一些像肉食飯 魚丸湯 或是很煮的什麼 撒肉魚肚 或是牛肉湯 那你們去台南 你們一定會吃的 我大概就帶一些可能 你不到台南 你不一定會 你不一定會想到要去吃的東西 而且這些都是 屬於林俊軒委員特別的美食地圖 是 這區算你的區 這區算你的區 其他的區應該有很多 台南也有很不一樣的另外一個風貌 那現在台南應該來推散 因為到台南 其實不是只有高漢 只有點心而已 點心還很快 台南也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比較台主人的台南 譬如說安平你會去 可是你不能到安平就算了 你如果安平往北走 就是沿海的地帶 安平往北走 往西北方 西北邊的方向走 就是沿海的四地了 就是沿份地帶 就是七谷 就是北門 那又是另外一個 七谷跟北門 那是 又繼續往北走 那是另外一個風貌 是 譬如說 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去台南可能 可能 這個地方還要比較有一點出名 在哪裡 這就是在台南的安安區 一個綠色隧道 旁邊應該是紅樹林 紅樹林 就在那裡桌 台中莫賓 台中莫賓開始桌 你坐進去的紅樹林 就像這麼漂亮 哇 真是漂亮的一個紅樹 所以這一區 雖然不是軍縣委員的區 你也希望台南能夠持續的進步 對 來告訴大家 除了市城區 旧城區走你的路線之外 希望大家可以從西北邊的方向走 接近大自然 對 這個完美就是鹽分地帶 這就是都有 就是以前在拍鹽的地方 去顧北門一帶 還可以的鹽 這個是鹽山 這個超美的 這很漂亮 很漂亮 不是雪 是鹽 你看它堆一堆鹽 不是亂堆的 聽說那裡真的是我們國家戰略物資 鹽 鹽也是國安物資之一 所以現在還是我們的戰略物資 當然 這種民生必須用品 雖然現在我們很多是用進口 但事實上那也是我們 必須要保護 你要自己有 這個是七個岩山 八個岩山山 像你八個岩山山 對 另外 岩岩也會有不同的風 比如說你到海邊可以走 要一支一支的 一支 那是你釣蚵仔 喔 像蚵仔的蚵仔白就對了 這是蚵仔的故鄉 你看 另外你看 你注意看 它是不是看太陽快要下山了 這個 這鹽田的矽照 這麼漂亮 很漂亮 我前幾天才去 我去那個 一個釣蚵仔 台語名叫釣蚵仔 釣蚵仔 釣蚵仔叫錦子下 錦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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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仔角 那 我去剛好就是它 夕陽夕下的時候 對 真的就是像這麼漂亮 這是水晶教堂 這個也很有名 這大咖點 這個很有名 其實你這裡看就不一樣 風貌的台南 那個地方 其實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喔 我今天也稍微有吃 第一個 這是釣蚵仔 石墨魚 石墨魚台南最有名的 石墨魚 除了你看你吃的 你每個人都吃的 對 魚豆 石墨魚厲害 整隻都會吃的 叫牛奶魚 對 牛奶魚是因為 它的蛋白質量很高 那古早農業社會 經濟沒有那麼發展 你要補充營養 石墨魚 石墨魚 石墨魚還有營養 但現在石墨魚 我們也有進化 我們現在做給大家更方便 這是台南市墨魚會做的 薩墨魚生 這薩墨魚生 你要拿來配飯 小朋友吃什麼 配飯配米都不錯 因為那個米很香 米很香 你剛才說到配米 厲害 我們台南的不同異業的交流 這是在台南有種一種米 它叫芋子味 芋頭味的米 對 芋頭味的月光米 芋頭味的月光米 年後它結合薩墨魚生 薩墨魚 它把它做成罐頭 很厲害 石墨魚粥 其實你能夠把食物 就像粥能夠做成這樣一開罐 它的品質都要非常的好 我們柳營 我們柳營都會做 柳營是在 柳營不算你的選區 柳營也不算 柳營算是在比較偏中間 偏山區 偏山區 所以剛剛這邊最試乘區是 郡縣委員最了解的 對 然後海邊是剛剛那個 那個地方 對我們來講 就像我們的後花園 就像我們台 你說我們住在比較古富翔的地方 如果平常是要走走 有三萬巡 就大概 就完北走 開始過曾文西 西南西北 就好像台南人的後花園 委員那接下來 你不能只顧你自己本來的 那個三屆市議員 跟三屆委員的那個區域 你要慢慢的擴散出來 包括海線跟山天都要去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很推薦 這個我也很喜歡吃 因為這一樣是紐約 紐約是台灣很重要一個 落農的生產地 落農 就是生產五年 牛奶 各位去超商 你去買到那個 那個什麼泉 那個什麼銀 我知道 很多那個什麼泉 跟什麼銀 那些古典的工具 都在上面那裡 沒有 那牛奶其實大部分 也都來這裡拿 對 但是牛奶 除了你這樣用鮮奶以外 牛奶的產品也很好吃 用非常牛奶做的那個餅乾 牛奶酥棒 你把它撕開 這個特別讓你親自打開 這個濃濃的讓牛奶味道 如果郡縣委員這麼說 我就一定要嘗試看看 因為看看那個菜長和你的肉圓 讓我覺得你實在太厲害了 以後請你出一本書 叫做軍縣委員的美食地圖 私人行程 什麼 真的有香 很香 你吃看看 我自己吃看看 非常香 你看這個牛奶香味 它的味道就是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奶酥餅乾的味道 它又更香 那個濃度有差 但它不是做成脆餅 你做成酥餅 所以更特別好吃 這個理由我常常買來送人 它真的很香 很香喔 程度也夠 要來烤的時候會太酥 應該還好 它的原料很厲害 蝦餅以外 這個是三種口味的餅 它有蚵仔的味 也有魚餅 也有蝦餅 你們台南人這麼會有創意 你說這個湯裡面有三種餅 三種口味 來我們都來試試看 你是我要盲抽的概念嗎 所以你看它長得也不一樣 不過我們應該黏得蠻緊的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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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哪三種 蚵仔 魚還有蝦 魚餅蝦餅跟 你看 你看 你看就三種不一樣 你一吃看看就不同的滋味 是什麼樣 很會調味喔 這有點偏辣 有點偏辣 有蚵仔味 蚵的味道 蝦的味道 魚的味道 你如果看電視爆一桶這個 不小心就吃完 而且像種口味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果然是偉人厲害 台南真的好精彩 這才有辦法給你的 減肥專用 蛤 我想喔 來配一下我們台南的手搖場 委員今天告訴我們三條路線喔 第一個是你的 百病區 百病區可以這樣講喔 那一個是 應該說就是舊神區的玩法 一個是往北走 對 就是走海邊 走從西南西北這樣走 其實台南各地都有很大的 很大不同的風貌 這是必然啦 只是科 剛好台南是一個 就是 它有很像那個歷史文化傳承的話 剛好可以讓你做一個對比 你的比較說 那個風財 這個老台南 跟農業的台南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像我剛才說 台南除了是 台灣最大的水果成山第一瓦 台南也是全台灣面積最大的農業區 稻田最大的也是也都在台南 所以剛剛有種出那個 蚵仔玉劍月光明 因為我們在澳邊 後鼻香 還有柳銀一帶 也都是稻田 那水果更是各式各樣的水果 所以在台南 有非常不同的精彩 台南四百年今年 如果你已經來過台南一定要來 如果 你還沒來過台南那不用講了 所以今年你應該是 你一有時間就往台南 你就會發現 怎麼那麼多的活動 你今年剛好台南西北 那我今天就來個探索 好 我今天就來個探索